以赛亚书第六章 乌西亚王去世那年 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上垂下充满圣殿 在他上面有撒拉伏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他们彼此高呼着说 圣灾圣灾圣灾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引呼叫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撼 殿也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 我有祸了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 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 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有一个撒拉伏飞到我面前 手里拿着烧红的炭 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的 他用炭沾我的口说 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唇 你的罪孽就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拆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他说 你去告诉这子民说 你们听了又听 却不明白 看了又看 却不晓得 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 耳朵不灵 眼睛昏暗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得到医治 于是我说 主啊 这要到几时为止呢 他回答说 直到城镇荒凉 无人居住 房屋空置无人 地土废弃荒凉 耶和华要把人迁到远方 在这境内 必有很多被撇下的地土 境内剩下的人 虽然只有十分之一 也必被消灭 但正如栗树和橡树 虽然被砍下 树的鱼干还存留在那里 这圣洁的苗翼 就是这国的鱼干 鱼干净的鱼干净 鱼干净的鱼干净 鱼干净的鱼干净